大风转只要只要游泳一转 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 你好看你好看 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大风转转呀转悠悠 快乐的伙伴手牵着手 牵着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今天的小伙伴 明天也好好游 有了这对翅膀 赛普一定可以飞到月娜上去 我来了 天哪 我的斯班纳去哪了 找到小熊 一切才会嚎嚼 终于找到斯班纳了 对 那 DUPL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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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镇里每个人都准备睡觉了 我的斯班纳呢 我的斯班纳去哪儿了 哦 一晚上包包都没睡一直在想着他的太地熊 包包好累啊思念比干活还要累 这样一个疲惫沮丧的人去工作 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些什么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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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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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儿大家都应该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包包弄丢了他心爱的泰迪熊 找到小熊一切才会好起来 江国的主意马上冒了出来 这是斯班纳吗 看起来倒像是斯班纳的儿子 不 是孙子 也许我们可以像个大侦探那样 用一条精干的小猎犬来完成搜索任务 可是狗在哪儿呢 奇妙小镇连根狗毛都没有 这不是有赛主吗 他很愿意做一只小狗 他可以马上秀出斯班纳的气味 他可以马上秀出斯班纳的气味 大家都很失望 尤其是包包 突然 咪咪又有了个好主意 如果一切重来一遍 我们就会发现小熊在哪儿了 就像镜头盗放你啊 啊 这是个好主意 立刻开始吧 包包把他的一天重新倒着过了一遍 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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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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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美丽温暖的夜晚 塞浦拉开了窗帘 他望着天上的月亮 心里在想 要是能到月亮上去玩一玩 那该有多好啊 他想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 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的塞浦 第二天当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 他就早早的起床 他还在想 怎么样才能到月亮上去呢 对 去找包包 想想办法 塞浦把自己想到月亮上去的伟大梦想 告诉了包包 当然塞浦自己也觉得 这事儿有点难以置信 要到月亮上去 怎么可能呢 包包包却告诉塞浦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包包和塞浦 开始工作了 他们完工了 有了这对翅膀 塞浦一定可以飞到月亮上去 现在 就让我们开始试飞吧 我们开始试飞吧 不过 不过 宝宝告诉赛普 要一边飞 一边煽动翅膀才行 于是 可是 无论赛普怎么样煽动翅膀 还是飞不起来 宝宝说 要有速度才能飞得起来 骑上你的独轮车 速度就能快起来了 准备好 骑航 快一点 对 就这样 赛普 再快一点 风就能煽动你的翅膀 你就可以飞向月亮了 糟糕 又失败了 包包包 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这就是 用跳跳板 把赛普弹到月亮上去 准备飞 准备好了吗 我来了 结果 我好逼远 包包也不想就这么轻易放弃 他决定去找小伙伴们一起来帮忙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看看包包 又想到了什么新招 原来包包认为赛福的起点如果更高一些 他就一定能飞到月亮上去了 哇 好高耶 好吧 也许飞到月亮上去只是个传说 可怜的赛普伤心极了 看来他在月亮上走一走的梦想根本就实现不了 然而小伙伴们可不想让赛普伤心 他们一定要帮赛普想出一个去月亮上的好办法 咪咪想到了这个好办法 那就是既然赛普没法飞到月亮上去 那就把月亮拆下来不就行了吗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找包包群 小伙伴们可不想让赛普伤心极 小伙伴们可不想让赛普伤心极 包宝 你看呀 你起来 你帮我看看 这个像火箭一样的大东西 能帮助我飞到月亮上去吗 那你就进去试试呗 哇 天哪 我这不是做梦吧 我真的来到月亮上了 还有月亮上了 还有月亮上了 才跟我打招呼 其实 赛普心里很清楚 他并不在月亮上了 他并不在月亮上 但是他依然很开心 赛普安全的着陆 奇妙小镇 奇妙小镇的时候 天已经亮了 天已经亮了 所以 很明显 我们很记得 我们去订阅 看 我们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 我最喜欢的 很孤独 这 我看 可以